歡迎來到施政樂地中 我們今天要講的施政議題就是教育 來到碑爐渣灣公園這麼漂亮的草地有甚麼搞作呢 這裡有個社企叫當口仔 專門搞親子社區學校 不如我們就有負責人阿奇 今天來到這裡社區學校是甚麼來的呢 你好我Tommy 我們是一個平台機構 作為一個社企 我們今天很開心可以在這個公園 變成一個戶外的課室 9月是香港的開學月 當口仔都在這個公園開學了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兒童香港學 到底兒童香港學是甚麼呢 我們由主任Yunice介紹一下 Hello 我們當口仔為何會提倡兒童香港學這件事呢 其實就是想告訴家長 現在教育大家都很注重 就算政府也好 學校也好 放了很多資源在教育方面 但是學校或政府的教育 其實都專注在課室內的知識上面 其實我們就想告訴家長 其實社區都是有教室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的展版 例如這裡 丁丁 丁丁是甚麼來的 原來其實就是我們香港一些特色的交通工具 丁丁它背後的歷史是甚麼呢 究竟它的意義是甚麼呢 其實我們就想去小朋友 在他們自己成長的社區裡 開始去學習 然後慢慢去認識這個世界 其實我們的議題會包括很多 除了我們的特色交通工具之外 例如我們的文化 我們都會有的 其實這個除了我們的文化之外 例如地理 我們都會包括到 也都是帶小朋友去感受這個大自然 即將到來的十月 就有我們很傳統的節日 中秋節 原來香港 我們都有我們很特色的東西 例如大坑的舞火龍 其實小朋友也都知道有多少呢 剛才Yunice就介紹了 兒童香港學到的是甚麼 那我們到底用甚麼形式 將這些課題 帶給香港的小朋友和家庭呢 就是我們的同事Frankie介紹一下 Hello 我是Frankie 其實講講我們現在做的是甚麼呢 因為現在在香港很多雙職的父母 其實他們很想陪家裡陪小朋友 但是可能真的未必有很多時間 也都未必知道在平時 玩的時候可以跟他們玩些甚麼 或者從中海學到些甚麼 我們趁這些機會 盡量在每一個月 可能一至兩個星期 我們都會有一些大型活動 可以令到整件事 令到家長子很輕鬆地 帶小朋友一起來 而在活動過程裏面 可以知道其實學到東西之餘 還可以玩得很開心 其實好像在裏面 例如些甚麼呢 我們有些小舖的Visit 去看一下小舖 報紙檔究竟是甚麼呢 不一定在一些便利店那裏買的 或者是原來水果 不一定是supermarket 或者是我們買東西的時候 可能會去一些地方買的時候 以前可能會用這些袋 其實是很環保的 但是現在都提倡環保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否應該可以有些東西 玩回頭呢 這個是我們的看法 作為一個年輕的媽媽 其實我的小朋友都已經快10歲了 其實我覺得教育 知識的傳授很重要 但是除了這樣之外 其實我覺得真真正正 涵入這個社會 這個社區去做體驗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而再說年輕人 我覺得教育最重要的 不單單是知識 而是實踐 將改變變成事實這樣發生 我就簡單點 如果不說 我也不知道我同事 原來我的兒子已經10歲了 其實呢 很老實 我覺得作為親子 純粹我只是想玩 令到親子活動開心得來 又學到東西 這個是我最希望見到的 好 施政落地中 今天我們講一下教育政策 如何由夏而上 吸納年輕人的想法 我們就需要一些中間的僑良 就是立法會議員 我們就歡迎張小雄議員和張國均議員 今天是雙張 兩把刀 希望真的可以剃出一個漂亮的教育政策 靠一下Yunice和Aki 提供一些民間的觀點 我太怕所有事情都由上而下 好像要壓下來 不如先講一下幾個教育的難題 每個難題都可以講兩天兩夜 但我嘗試濃縮一下 給大家去思考一下 嘴著一下 又給一些議員看 可不可以變成一些有用的政策 譬如我經常聽到的 為什麼香港教育制度 經常都求學又求分數 又說求學不是求分數 為什麼太過側重於那個考試制度呢 譬如說作為年輕媽媽 你現在就迎接著這件事 沒錯 在擁抱這個痛苦 對於年輕人就好像剛剛脫爛一樣 但仍然有那種陰影 但實際上我們怎麼可以突破考試的枷鎖呢 Aki先還是Yunice先 Aki先 可以啊 其實剛剛都面對了一段時間 過了一段時間 但我相信大家在面對的事情 就是覺得出路好像就是那幾條路 嗯 即是考試 考來考去大家 無論考什麼都好 其實目標都是做那幾種工的 沒錯啦 沒錯啦 我覺得這件事是其中一個原因 令到我們覺得 原來一把尺可以量度這麼多個人 因為工作的嘛 但是年輕人出來之後 那個分數翻譯了什麼呢 我覺得是值得討論的 那年輕人如果不靠考試 我怎麼知道他厲害什麼呢 即是有時候僱主都會這樣說的 我也要看你多少分的嘛 當然 那有些什麼呢 你可以跟議員講 跟僱主講 跟政府講 我覺得考試 其實是評估的方法一種 那麼 評估自然是有一個目標 才去做這個評估 如果產業多樣化的話 評估自然就會多樣化 例如你要評估一個醫生 跟評估一個建築師 跟評估一個藝術家 他的準則應該是不同的 那自然發展的方向 和發展的方向 那有些什麼是年輕人 想給人評估的呢 譬如我印象中 譬如很多年輕人跟我說 其實我作師很厲害的 我應該去做填詞的 那是不是要有多些這方面的平台 讓他可以在這方面發揮 有多些作品 那自然可以給人評估 是不是這樣做的呢 我覺得評估之前是需要有一個 整個pipeline去發展的 不是一出生就 哦 即是怎樣 即是不是 我立即來到 第一次錄音 就是評估錄音這件事 可能我是 學習過這件事 練習過這件事 有導師 用不同的方法 去介紹這件事 讓我知道 原來這是我有興趣的事情 到時評估的方法 當然是由那一行的專業去做這件事 所以你的意思是 譬如想做電台才算 我們可能都要考你發音 但不是說你發音發得最飆青的 那個一定是最好的評論員 那個就需要一個職業培訓的平台 但是家長呢 家長是不是這樣想的呢 當然 怎樣說呢 其實每個小朋友都有自己發展的方向 可能我們作為家長就是想 將來我的小朋友 如果要去做那份工作或者怎樣 我都要看到出路 希望我的小朋友 原來我現在發展這件事 或者我要讓他學這件事 那他小朋友將來會怎樣呢 有些什麼可以支持到他 原來我除了做律師或者做醫生之外 還有些什麼可以讓他找到吃的呢 即是你意思是灌輸些什麼給他 其實希望他變成一種什麼人才 現在就好像缺乏了那個關聯 是的 因為我自己做過政府工 我經常覺得 在我們的教育制度裡面 好像經常想訓練一些很出色的官員出來 即是經常要你寫很多很漂亮的英文 寫很流暢的報告 好像去應付那些 aptitude test 即是有一種這樣的狀態 那現在似乎就是年輕人也好 家長也好 就是說你給我多些機會試 你考試 你考不完我這麼多東西 我還有很多東西你還未考 其實我很厲害的 即是這樣的意思 是的 考試你考到我這一段 但其實我有很大段東西 考試考不到我 但我可以貢獻社會的 家長就說 你天天要我兒子讀書 讀這些東西 考那麼多東西 但其實那些東西有什麼用的 將來 即不是去到中學 或者去到大學選科 最終你想訓練一些什麼人才出來呢 那我先講 政府聽不聽的呢 你是建制派 你覺得有什麼事情 是政府應該做的呢 其實近這兩個月 我開始深深感受到 如何和這個痛苦的教育制度對抗 為什麼呢 連你都這樣說 因為我女兒K2 又開始小學面試 我兩夫妻 就是沒有什麼為小孩準備的人 但是去面試的時候 發覺原來 在身邊的隔壁 一個就表演英詩朗重 一個就表演魔術 我女兒就沒有什麼表演 K2 K2 還有她應該是帶來 有些是帶來一條片 播給人看 對 有沒有Folio 我又不知道原來 小學面試要帶來魔術道具 預備表演 當然我會跟自己講 我們都應該是這樣 我沒有理由因爲這樣 而安排我女兒去讀這面試班 我希望她真是一個自然 真實的一面去見人 當然你要面對這間學校 可能就不娶我女兒了 所以其實 現在的教育制度 是有很多問題 但是我也是家長 我家長 究竟我是 會不會妥協 向這個制度去屈服 就是迫我女兒 去面對這些教育的壓力 還是說我堅持 這一點我覺得是重要的 那政府可以做什麼 教育局可以做什麼 不靠考試可以靠什麼 其實這樣說 大家都知道 現在世界很多地方教育 不是純粹用分數的方式 有很多不同的教學模式 我們香港其實開始有人知道 但是教育局 就未去廣泛接納和退行 包括蒙特索尼 或者IB 等等 或者其他華德福 這些其實是其他森林學校 這些是其他教學方式 他不是用分數 去決定一個小孩的承辦 但是我們現在在資助學校 全部都是DSE 我剛剛 用文憑史來定勝負 文憑史 我今天也跟局方說過這個問題 接著他第一個回應 如果這樣 我很多人不讀DSE DSE很不行 我們是不是為了保住DSE 而不去想整個教育局的改革呢 當然我覺得邏輯上也有問題 就算很多人讀DSE 不等於DSE沒有問題 好 超捧你覺得怎樣 我們是否就是 以前是幾個科試考 小學又有說小學會考 我父母輩那個年代 後來又沒了 然後又中學會考 然後又有高級級級級級級 現在沒了 現在只有一個試 有些人說 那麼更大壓力 好像只有一個公開試 決定所有事情 你覺得這個現象 可以做些什麼去改善呢 政府 一個核心問題 我們現在整個定型是經濟成事 我們所講的教育其實是為經濟服務 而作為家長最重要考慮就是 我的子女將來會不會有機會過一個幸福快樂的生活 你真客氣 你的意思是我的子女可以賺到多少錢 基本上是 你怎樣去保證他有一個賺到錢的渠道 以及一個所謂的民憑或是一個基本的入場券 就是考好一點的師 即是求學不是求分數 但原來求學是為求金額 變成一個這樣的狀態 更加事賄一點 不是的 家長是想他的小孩快樂 快樂的定義很難定 但最低限度他能賺到食 有個安定的生活 可以建立家庭 可以買到樓 發揮所長 發揮所長是其次 其次 因為如果你發揮所長就是找不到食的話 那他也是不行的 那怎樣可以回應到 剛才譬如阿奇所說 我真的還有很多東西很厲害的 又或者回應到Yunis所說 那你告訴我 你教我兒子的東西 將來有什麼用 那問題就是 回到回來 我的兒子有興趣音樂 死了 他考到八級 將來出來教琴 可以 但他又不喜歡考八級 他只是很隨意揮灑 他很喜歡音樂 但他又不喜歡考試 死了 那怎樣才不死 找到食 那問題是 現在我們整個社會經濟結構很單元 那你找到食的東西 就是要考好市 以及都是那幾行為主 其他一些 不好意思 在經濟城市下找不到食的 沒有經濟價值 在市場上沒有利潤的 所有這些工作 不是工作來的 因為是沒有商業價值 令到他們覺得 用這個方法 都可能 可以讓一些官員也好 或者其他家長也好 知道原來可以用這個方法 阿奇有什麼可以 游說到議員 我覺得不需要游說 我覺得大家都在說同一件事 是 同意的點是一樣的 只不過那個方式 我們是怎樣可以做到 當然政策上 就要辛苦各位議員去做這件事 但是 因為由民間社區上來說 除了將社區變成學校之外 我亦希望和UNIT一樣 透過社企或其他的機構 去擴闊家長的想像空間 將你的產業多元化 即是多幾款不同的社會企業 自然出路就比較多 這是真的 有時候我都很怕一些官員 他變成不是優良常可劣 ABCDE 就變成五星星 其實不是一樣 都是一種計分的方法 所以可能的想法就是 不如你看一下他有什麼出路 然後看看街上有沒有這些出路 如果沒有怎樣令到 他可以自己 度身訂做一份工作給自己 然後又貢獻到社會 這個答案可能是 現在教育界沒有這麼想的 是嗎 因為我們現在是 我用了一把尺 麻煩你 配進去我這把尺 現在我就說 我不用一把尺 可能我用一把軟尺 或者我是一個器皿 我看你跌下來之後變什麼 我就看那塊東西 我給你什麼做 這個有一點存在主義 我自己覺得 都是挺深的事情 其實剛才講到尾的課題 就是家長應該最明白 教育沒有選擇 因為我們雖然有不同的辦學團體 但其實他們教的方法 都是一個老師 對著幾十人 所謂的改變 這麼多年以來 就是由四十幾人 變成三十幾人 目標變成二十幾人 就好像很厲害 但我覺得不是這樣的 其實很多所謂不同的國家 他搞教育改革 不是純粹是 看人數下跌 就叫做改革了 這方面 家長可以提供什麼 選擇給議員 或者政府 先問Aki 你是哪位 即剛才的議員 也舉了幾個例子 是不同的教學方法 其實這些是香港是有的 不過普遍大眾的家庭 可不可以 可以和價錢 可以 我們當家長好像每樣都懂 一出來就懂得做家長 政府在這方面如果可以給多些資訊 給多些支持這些不同的教學方法 會不會是不需要那麼貴 就可以試試不同的方法去教學朋友呢 我舉個例子 譬如芬蘭那套教育制度 就是無論如何都不給功課 然後每一天就輪到學生 出一些功課給老師 譬如他今天去了爬樹 爬樹他看到某種蟲和蝴蝶 他就畫了那隻蟲或者蝴蝶出來 就問回老師 其實這條是什麼蟲來的 或者這條是什麼蝴蝶來的 那老師呢 譬如教自然科學那個 就要去找回這個蟲蝶變蝴蝶 教學生還要發展教材出來 這些不會是不貴的 我相信是貴到飛起的 因為你的老師要是很彈性的 沒錯 但是對家長來說 他就很放心給小朋友玩 因為他知道他玩完 其實是學會了一些東西 回去考考老師 老師要回答他的 譬如家長接不接上這種方法 對我來說我當然覺得很棒 當然 因為我做傳媒我覺得最好就是這樣 每天吸納完的東西 然後問議員 我覺得最好 譬如家長你覺得這些方法行不行 當然啦 我們經常都說 小朋友在遊戲裡面去學到 是學得最好的 又或者真的去體驗過 他才會很快去吸收得到 當然有這些是令到小朋友 或者很快地去可以 學識到或者應用到 這樣東西 你覺得議員有什麼 你覺得我們變不變成這樣東西 老師經常很忙 又要寫報告又要寫什麼 又要寫什麼 那變不變成呢 其實 在現在教育制度下很難 因為我們所有制度下的想法 都是建基於學生的成績 那個想法是包括了對老師 對校長 以及對辦學團體 所以呢 唉 我們唯有就是打開多些空間 或者政府能夠灌輸某些資源 下去這些民間的力量 就是將學習的方式擴闊 以及亦都希望將不同的價值 多元的教育 介紹到給香港 以及那些官員 就是要他們開始接受這件事 好 譬如張國斤剛才說過森林學校 森林學校 你又是區議員 又是立法會議員 超雄都有很多地區裝腳 森林就不是那麼容易找的 但是公園是否怎樣都容易找些 可不可以將一些公園變成公園學校呢 譬如我經常覺得他們做 他們去過公園 將它變成森林那樣都很好玩 這些你們會不會支持呢 其實會不會跨黨派都覺得 帶一些官員去上課堂還好 可不可以接受呢 其實我想現在最主要是怎樣 去改變官員的思維 剛才我講的那些DSE以外的教學方法 如果你一看香港 其實只有私立和直資的學校做得到 如果是資助的學校 即是貴的 如果你是資助的 即是我們普羅大眾去讀的學校 只是一套DSE 官員擔心的是什麼呢 如果我走到其他方法的時候 我的先生又要轉型 會不會現在教那些先生去武功教 這些是政策方面很多事情要想 但是我們改革教學制度 當然一定會牽動到很多這些事情 我們應該怎樣去解決困難 而不是因為我要遷就業 我要怕改革的時候帶來一些困難 所以我就不要想了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正確的方法 但超王其實會不會 如果是這樣 在你的角度來講 將一些本來只是貴學校才有的東西 給回一些所謂 就是普羅大眾百姓的小朋友學 其實這個都幫到貧富元素 當然 其實我覺得這個 所謂 為什麼要贏在起跑線 起跑線不是應該人人都一樣嗎 應該是這樣的 不應該是他的起跑線高過我那麼多 我絕對是同意的 有很多種學習的方式 將現實大作為一個課室 好過我們在離地去書本學習 不過更加重要的是 最後他們的成敗 是不是純粹都是DSE呢 如果可以不是的話 如果到最後 你說到終點線 是啊 當然 如果終點不行的話 你叫家長說 我們的小孩可以去公園上完課 跟著他DSE肥佬的 跟著他就失業的 跟著他沒有好的人生 所以第一 第二條問題是在一起的 我們在一起暫停一下 思考一下 然後我們再下一個更加深的題目 就是 經常說 那些人送了孩子都向外國讀書 好像說到外國的教育制度一定是好的 香港又沒有什麼輸出的 其實是不是這樣的呢 我們回來再談談